房地产业务如何在市场回暖的时候突破呢 我觉得经纪人不外乎 需要朝几个方向去做 我等一下也会讲一下客户 怎么样能够理智的买到心满意足的房子 如果作为经纪人来说 第一个当然你要把自己的知识先要学会 对吧 市场回暖了 这个肯定市场会比较热络 你看房子的时候也会比较多人 客户看上这个房子 同时也好几个其他的客户也会看上 所以你会经常遇到怎么样 在不是公开净价的情况下 帮你的客户抢到房子 这个是一个能力了 大部分人不具备这种能力 只是一味的觉得我要加价 很多买家并不想加价 对啊 一个房子如果一味靠加价买得到 那还需要你经纪人干嘛 我常觉得经纪人应该做一些东西 是靠他的本事 什么本事 跟客户沟通啊 跟listing agent沟通啊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卖方经纪 对不对 无数次我收到了人家 买家经纪人送过来的offer 就是出价啊 说哎这个房子我们挺喜欢的 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这个考虑一下 我们希望成为这个房子的买家 然后这是我们的offer 我们的出价 还有我们的一些条件 还有我们的资金证明 还有我们的贷款证明啊 这样过来 填了一大堆过来 给我们 然后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经纪人就不见了 我经常遇到这种事 这种情况下 这个经纪人即使是写了一个非常好的出价 可是因为能力不足 因为他不足的沟通 结果最后卖家选择了另外一个买家 成交了 为什么选择另外一个买家 我告诉你们 另外一个买家 搞不好背后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经纪人 所以 话题跳到买家这一边 想要在美国买一个好的房子 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 不是一位靠家价 才买到的 那我觉得你第一步 一定要选择一个专业的经纪人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说过 不是每个穿白大褂的都 穿白大褂的都是好代服 不是每个有执照的经纪人 都是专业的经纪人 事实上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80%都不是好经纪人 只有20%是很专业的 80%以上的经纪人 只是拿了一个地产执照 很多经纪人而且还是兼职 所以找一个专业的经纪人 非常的重要 那你说我怎么去区别这个 怎么去分辨这个人是专业还是不专业 那你就要看他 你回答 你跟他请教一些问题 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 给你们来个十个问题 最常见的一招就可以甄别出来 这个经纪人是不是专业 像我之前有教过这个买家 有买家问我 看我怎么去甄别 这个买家经纪人 加州的南加州的买家经纪人 我说你跟他提个问题好吗 10秒钟之内把美国房产交易的流程说完 专业的人都没问题 5秒都可以说 10秒15秒都可以说 我告诉你 不专业的人他不会说 他心里想 10秒 10秒怎么说 因为专业的人他天天在做 他知道怎么说 他脑子里你问他 美国购房流程 美国贷款流程 美国卖房流程 脑子里每天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知道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做保险 我问他 人寿保险到底有几个项目 他闭着眼睛都可以跟你讲 但是我跟他说 你不要用15分钟 一小时跟我讲 你可不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把美国的人寿保险项目讲完 一分钟 我只给你一分钟 牛了吧 只有专业的人才会讲